在溪流中 山劍航 偶爾會有一種生物巧蜜 有時一個瞬間 他們就快速地躲入石縫洞穴裡 不過哪怕是短暫的現身 總讓人增添幾分的驚喜 曾經他們是許多人兒時的記憶 而今在台灣各地 卻是越來越難見到他們的生意 這很多因為很有水的關係 這很多都來這裡吃水 泉水是上天似以萬物最好的禮物 在彰化的清水岩 有一處源自於八卦山脈的名泉 數百年來居民的生活都依賴著天然甘泉 在當地也流傳著許多關於泉水的故事 他在家庭 說做太子的時候 曾經跟李翁說在那南投那裡 說瘦爛就跑到這裡來 聽說有一個潛水 救他們的蜜 他密尼是怎樣 結果那潛水最低的 就說他可 所以當初來這裡 他要求命的時候 他要合這個名字叫做甘露泉 據說嘉慶君為了感念甘露泉救命 就在清水岩的岩字上 多加了一個點 在日據時代 彰化清水岩的甘露泉 台北陽明山的長壽泉 以及台東之本的美人泉 被列為台灣的三大名泉 由於甘露泉的水質清澈 泉水甘甜 至今人吸引許多民眾 從外地來到這裡取水 你好 歡迎光臨 你等一下來這裡可以客氣嗎 我比山順山 這水很棒 我們這水就水都會 走起來都有水帶 這沒有 我們這甘露泉的水族 到現在就肯定 大家都來這裡入水去吃 非常好 因為我們這櫃子裡面 就產生了一種的折瀉 它這個折瀉 是水族的指標生物 跟著稱紅之走進小溪 開始尋找折瀉的生意 這源頭就在這裡 本來要潛水在裡面 然後從地下 從這個地方的源頭 從這裡噴出來 在地下經過這個地下 就紋這個水出來 這叫水源頭 很了不起就是說 它這個是24小時不停 都是這麼大 都是隔壁的 在臺灣許多的河川都已經水泥化 這條清水溪 兩旁植物茂密 溪底石頭遍布 宛如親力的家人 保有最質樸的純針 彎下腰仔細觀察 清澈的水面下 不時有新發現 不時有新發現 動作很緊張 很長 小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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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給螃蟹 一隻 蔬蟹 蔬蟹 蔬蟹就是最大隻的 蔬蟹是最成長的 最大的 這隻是工的 這隻蔬蟹是黃綠蔬蟹 目前臺灣的蔬蟹 大約有30多種 而黃綠蔬蟹 可說是臺灣地區分布最廣的淡水蟹 以前曾經是生物老師的張宏芝 回憶起早期清水溪的蔬蟹盛況 臉上滿是驚嘆 那小時候 蔬蟹像石頭在扁開 哇 幾個字都在走 都在水裡 蔬蟹都在洗 那麼一個小朋友跟 你都穿那褲子 穿得密密麻麻 每一個人 大家戴密密麻麻 但是我們知道 蔬蟹也帶回家都沒辦法 但是有的人是玩 要走的時候就倒著回去 蔬蟹可愛的身影 不只在溪流中現身 在張宏芝的帶領下 我們走進十八彎古道 開始探訪澤蟹的家 這條路是南投跟我們張宏 我們這邊的交通的便道 以前的時候 大家都在海邊吻那個鹽 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牛車載鹽來 來跟我們的清水元素做一下 那個牛車載鹽一車 現在來到那裡搶一些挑風 人們都一桌 桌在鹽 分20個或是10幾個 一直揹這個山 揹到南投送到南投 走在挑炎的古道上 可以充分體會鮮明的艱苦 而今這條古道成為登山客的休閒步道 偶爾停下腳步觀察 光是一棵樹上就充滿驚喜 這棵就是光蠟樹 光蠟樹 現在土腳仙有加過石紋 它會分泌樹枝 樹枝你看它翹青蟲 扁翹青蟲 為什麼叫它扁翹青蟲 因為身體扁扁的 扁扁 它的特徵就扁扁 叫它扁扁 這隻就是鋼的 這隻就是鋪的 蒙的 它都來吃這個樹枝 它這個光蠟樹 也分泌出來的 那個樹的那個植液 分泌那個植液 是甜甜的 你看吃螞蟻都來啊 螞蟻 那些虎桃翁都來 這是這棵 對嗎 這棵來找看看 小植液 記得那麼多秋天 這樣弄出來 小植液 這每一個洞 都躲了一隻植液 這植液 因為這個山裡的 就是我們這個潛水 就是潛水 所以每一個洞 你看看這裡頭的洞 好多洞 每一個洞都差不多一隻螃蟲 現在時間 我看它忍它都嚇跑了 就躲到洞裡頭去了 其實黃綠澤蟹 最喜歡棲息在山溝旁的 泥土洞穴中 洞穴深度可能有50公分以上 隱密的草叢是它們的掩蔽帳 黃綠澤蟹緩緩緩地從洞穴中探出頭來 謹慎地觀察四周的動靜 已有聲響馬上躲進洞穴中 由於白天的干擾多 氣溫也比較高 因此淡水蟹大部分都躲在石頭下或洞穴裡 夜晚才是它們出來活動的時間 這裡是台中的草湖溪 天黑之後 許多生物開始蠢蠢欲動 拿起探照燈 經營大學生態系的 劉鴻昌老師 開始在溪裡找螃蟹 到目前為止 都只有看到瓦雷 我還不想像這一隊在配隊 草湖溪是劉鴻昌的第一個研究樣區 十幾年前還是研究生的劉鴻昌 來到草湖溪準備進行魚類的研究 沒想到卻陰湊陽差地踏入螃蟹的世界 我選草湖溪做螃蟹的研究 其實一開始我在研究淡水魚的 只是剛好魚都死光了 螃蟹特別多 所以就不小心一腳踩進螃蟹的世界 可是當我走進螃蟹的世界之後 我發現說其實螃蟹的世界裡面 有各種非常有趣的一些研究主題 可以進行研究 像這個是一隻熊的黃綠哲蟹 看它很明顯就是它的 熬是一大一小的 黃綠哲蟹它是生活在溪流 可是通常它是比較喜歡待在水外面的 它不會離水太遠 可是它也不喜歡長時間的泡在水裡 它是屬於比較陸生性的那種溪蟹 螃蟹家族在一億多年前就存在地球上了 大部分的螃蟹都與大海脫離不了關係 不過人有少數的種類 是生活在溪流或湖泊 他們被稱為溪蟹或淡水蟹 而淡水蟹與海生的螃蟹最大不同之處 就在於他們是採取直接發育的繁殖策略 這是一隻腹部有小螃蟹 我們把它叫報紙的拉斯青雞蟹的母蟹 像這種拉斯青雞蟹它是住在淡水的環境 而且不需要下海 為什麼不需要下海呢 因為它的蛋很大 它的蛋出來的就直接是一隻小螃蟹 你看它現在腹部底下掛滿了小螃蟹 出化後兩個禮再會離開這個母蟹 那這個母蟹它的腹部有這個小螃蟹的時候 這個母蟹它不會去吃小螃蟹 但這些小螃蟹都離開了之後呢 這個母蟹再碰到這個小螃蟹的話 它可能一樣是把它當作食物把它吃掉 拉斯青雞蟹是台灣的特有種螃蟹 也是帶領劉鴻昌 踏入研究領域的第一種淡水蟹 每年的9到12月 是拉斯青雞蟹交配的季節 熊蟹會將精子送進母蟹的除菌囊內 到了明年6月 母蟹進入排卵期 再供給母蟹使用 7、8月時 暴卵的母蟹為了躲避洪水的危害 會往溪流兩旁的山坡遷移 到了秋天 卵塊孵化成幼蟹 母蟹就會重新回到西邊 因此在9月中至10月中 劉鴻昌很容易在草湖溪邊 看到一大群豹子的母蟹 曾經最高紀錄一個晚上超過50隻 而今天是幾乎沒有發現 到現在還是沒有看到豹子的母蟹 以前劉鴻昌在草湖溪進行調查時 走一步就能抓到一隻螃蟹 而今走50步也看不到一隻 螃蟹量真的很少 可能不到以前的 大概20分之一左右 後來才開始決定 就是說看到的每一隻螃蟹都抓了 就是因為想說就是跟以前的 竹群數量做一個比較 結果只有抓到8隻而已 以前的話我從下面走到這邊的話 大概我可以看到500隻 抓到500隻以上的螃蟹來測量 那今天這樣子 我走到現在來還看不到50隻 所以它整個竹群量 是非常明顯的那個減低的 劉鴻昌很早就注意到 拉式清溪蟹的竹群量 有慢慢在減少 只是沒有想到 才幾年的光景變化就如此大 尤其河床上不斷地興建臨時道路 導致人潮與車輛 由下游往上游入侵 枯水騎的時候 因為果農會在河床上開路 那些四輪傳動車就開下來 就帶著所有的家當 就是抓著螃蟹之後 現煮現吃這樣子 那當然其實以前的量 也沒有像我現在 碰到的就是 減低的到那麼多這樣子 所以今天這樣子來 真的看到是會滿難過的 更令人無奈的是 許多不必要的工程 持續在溪流中進行 成為二殺生態最大的殺手 哇天啊這個 隨著上面還是有這些工程 這個一定是從河床裡面 石頭挖起來 去弄的 以前哪有這些東西 工程座上 大卡車進來這樣子壓 整個河床這樣子弄 難怪會沒有 然而草湖溪 只是台灣大多數河川的縮影 像是清水岩旁的清水溪 也逃不過這樣的命運 我們都沒有 沒有啦 禮拜天都溜溜溜溜 不容易 這裡都有人 變溜溜溜溜 禮拜六 禮拜天 我們這裡遊客相當多 差不多幾萬人 來這裡八山 這附近是幾萬人來的 車子都停到 後面那邊那邊都停到滿滿的 大家都來這裡 自然就有人來這裡生水 就直線就去捏 來捏當然 這個直線都差不多 都被變過了 在小溪中 汐水抓魚 曾經是許多人 童年的回憶 而今平凡的快樂 卻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 或許太多人 渴求清淨自然 回憶過往 於是每到假日 遊客湧進小溪 拿著漁網開始捉生物 也讓黃綠擇蟹 面臨一場浩劫 百年來 甘露泉 源源不絕地 自八卦山脈 情流而下 萬物仰賴著 清澈的泉水而生 對於從小 在這裡長大的 張宏芝來說 擇蟹是童年的記憶 它不想讓記憶在溪流中消逝 看到這個螃蟹 看到這個螃蟹 就回味我們小時候 都來這裡捕螃蟹 螃蟹來這裡 折蟹來玩 一直我做老師 帶孩子來這裡 再來玩這個折蟹 那麼現在呢 還是一樣的 折蟹 還是存在在我們這個溪流 可以看過 保護這個折蟹 可以繼續來繁殖 不要讓人去破壞 我們可以留下來 那個財產嘛 生物的財產 那能夠繼續留下來 秋天風起 清水稀盼透露著幾分兩億 這時正是螃蟹繁衍後代 最重要的季節 當明年秋風再起 除了潺潺的溪水 是否還能看見螃蟹 在溪流中延續生命的歌頌 芙琳 紫落嬌 衝小蟹 紫落嬌 還可以到妳耶 感谢观看